基本上这边有个说明 他说要制作给学生参考的资料简报 然后云端运算 我刚刚强调 下学期我们有个课程 就是跟云端有点关 就是讲云端方面的应用 然后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很多资料全部都放云端 比如说像现在口罩3.0 口罩4.0 其实为什么这些资料很快可以结合 就是因为都放云端上面 像现在很多疫情资料也是放云端上面 很多各单位整合的话 其实也可以透过云端可以整合资料 像现在健保系统 所有资料也都上云端 所以你可想而知未来 所有举凡你生活的一切 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会放在云端上面 OK 所以当然如果你可以了解云端的话 对未来就业上面一定会有这个帮助 里面提到说这个是什么 古典大学 然后教授希望同学在毕业前能够认识云端 OK 然后有一些 所以要做一些简报 那大家底下有一些说明 那怎么说明呢 大概前面这个都一样 主要第一题的话 就编辑投影片四 所以关键点来了 投影片的第四个 的三张图片 所以你要找到 Floppy 这个应该就会比较少见的 这样吗 磁片 现在一定找不到 CD 现在很多电脑上面也没有CD了 USB 现在可能有 不过未来也许慢慢会改变 也会变什么 也许就无线的吧 不过现在可能大部分还USB 不过现在USB 改成那个Type-C 没有方向性的 现在USB还有方向性 现在以后Type-C就没有方向性 然后他要做什么 套上对齐 关键对齐 然后呢 追结顺序 USB CD跟USB要颠倒 但不能更改别的物件 所以这部分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这个跟各位说一下 那第一个的话 其实刚好想到云端 这个云端其实除了我们现在用Google 我现在不是把资料放Google上面 其实Google也是云端 不过Google是一个公用云 当然目前还有一个趋势 就是所谓的用私有云 私有云就是你自己可以架你自己的云端 不过那个架自己云端的话 恐怕你要自己再买一个装置 那装置的keyword 关键字也许叫NAS 其实你可以 找一下这个NAS的 目前最红的应该就像那个什么 这个群晖科技这家公司 它的NAS其实做得非常的棒 好像我家里就放两台这种东西 它可以做什么基本上就是可以自己放Google里面的东西 那些功能也可以全部透过它 那但是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那个是符合你自己用的不是说大家一起用 OK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也许可以不妨可以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部分的要求 第一个的话 他说要把这个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切到哪里 打开这个208体 接下来的话 切到图影片的第四个 那你可以看到磁接片 跟CD还有USB 那这三张图有没有对齐呢 点一下 你会发现它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按Ctrl键 把这三张一起圈起来 第二个的话要对齐 向上怎么对齐 你可以找一下 应该我记得理论上 在上方这些都图嘛 格式 格式里面找找看有没有一个功能叫对齐 有吗 OK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这有对 那因为我要 这个什么呢 要靠上对齐 它对齐方式有很多种 上面图跟你讲 有靠左 水平等等 然后它要靠上 也就是说它对齐哪一条线 对齐这一条线 其实靠上应该是对齐这一条线 那你可以什么 靠上对齐按一下就可以 所以对齐的地方把它顶一下 这样子有没有 就刚好对齐这一条线 OK 就大功告成了 那第二个是说呢 它的顺序 那什么顺序呢 就是说 他这个我不确定说 到底谁在上面 谁在上面 因为其实这个简报 上面的物件 都有一个顺序 也就是由上而下 有点像是你们如果做那个以前那个剪贴的时候 劳作有那个服贴的贴 那有前有后 只是说这个这个关系 以前是你用剪贴的话 当然贴上去就固定了 但是这边是可以调整 怎么调整呢 特别注意哦 还是一样要透过一个功能 一个功能叫什么 常用里面的叫什么 选取 选取窗格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不会选取窗格的话 你基本上这个题目 这一题你就没办法做到 然后选取窗格里面 我们找一下 有没有叫USB 有 有没有叫CD 有 所以基本上 目前它的顺序呢 USB在CD的上面 它意思是说把这两个颠倒 那不影响其他物件的顺序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CD往上拉 或USB往下拉都可以 把它移到USB CD移到USB的上面放开 这样就OK了 不过基本上你可能看不到 有什么改变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没有叠在一起 其实我做一下 如果你把它叠在一起 那是假设我现在把这个叠过 移过好了 现在是有没有 CD会把USB遮住 为什么 因为它CD在USB上面 可是如果说我现在把USB拉到它的上面会怎么样 变成USB把CD遮住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简报里面所有物件 它的上下之间的关系的话 特别注意哦 目前看起来只能够用 所谓的这个 这个叫做选举窗格 在哪里呢 在选举里面 特别叫选举里面 有一个叫选举窗格 OK 因为如果你不会选举窗格 所以真的这效果你是做不出来的 OK 然后先把它关掉 OK 把它恢复 控制一下 把它恢复一下 我看一下 应该它刚刚讲的就是 那个反正就是一个在它的上面的USB 应该是CD在USB上面 那这样就OK了 因为只是做个示范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对其部分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它的版面配置 特别 投影片是一样 里面的话呢 它要找到一个什么 内容 投影片是的内容版面配置 它说把那个内容版面配置下方的高度 让它贴其下边缘 特别注意哦 版面配置区 什么叫版面配置区 其实也是一样 又要靠选举窗格 版面配置区 各位有没有 内容版面配置区 这里面要做一个 就是这个 内容版面配置区 这个时候你点了它 它就出现了 但是如果你不会用 这个什么所有选举窗格 我跟各位讲 这一题你就做不出来的 它的意思就是 把这个框框拉大 到底下这一条线 所以你就点了它之后 这个中间的这个空点往下拉 拉到哪里 你拉到底下这条线为止放开 第一个步骤就完成了 OK 特别注意哦 一定要从这个地方选取哦 第二个的话 它做什么 把它的填满改成白色背景衣 然后遮盖底色 让整张头预线更干净 避免左边的什么 凸写焦点被转移 所以也是顺序的部分 怎么让填满部分变更 先写一下 格式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填满部分 各位有没有看到 格式填满在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填满 它要什么白色 所以你知道白色 白色在这里 它有个背景衣 其实讲的是这个 OK 把它点下去 再来的话呢 它要再做什么呢 它说把它填满之后 遮盖底色 让整张头预线更干净 OK 避免左边的凸解焦点转移 我看到有没有遮住到别的 左边的凸解 这什么意义 是不是本来就没有遮到任何东西了 如果本来没有遮到任何东西的话 那基本上这样应该就完成了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题目的话是在 这个208题的1跟2 待会的话如果做完 也可以继续往下看 第3 第4 第5 OK 所以这一题后面还有蛮多的 OK 方便先还给各位试一下